大家好,我是Master,凤凰姐妹舞会 今天给大家带一把刘章,是群杀和粉丝局打的 我的粉丝局很特殊啊,再说一下 提前给大家一些萌新看见的话,给大家说一下 我的粉丝局是让所有人亏我的评的 他们知道我手牌,甚至于知道我的手 甚至于知道我除了主攻以外的所有身份 而且可以如果是我的敌人的话,可以严肃的针对我 这都是可以的,这专门是给自己加大难度的 你们可以看看有哪些主播感觉这么做的 然后呢,开局标写身份啊,咱们这个身份都看不清楚 先打一个威胁最大的神甘宁,结果细时才先复 神甘宁细时才跳反了,这把不好打 这把说是粉丝局,但是有些粉丝选将不好 我的粉丝局的话,选将必须要昏 你不昏的话都不要进来,这局的话其实很素的 这把剿面,太素了,尤其有个戒鱼翻 这武将连至尊场都上不了,更别说来我的群杀了 然后这时候神甘宁跳反了,顺子挺准 顺着我的闪了,白贝打两刀,很亏 然后这局的话,戏日才先辅队的神甘宁 宝核心神甘宁的话,这把一下就很难打了 看看李绝,李绝还跳了个反贼 还狼中我了,这把难受了 七八位置比较差,而且降面一般 然后他是我的忠臣,这把迎面就一下变得极低了 很低很低,然后还被乐了 这把,怎么说呢,我当时打到这时候说,这把是不应该输了吧 没机会了 看见司马辉跳中了,也就是说 司马辉,戒鱼翻,还有那个,那个什么来着 还有那个高揽,他们都是忠臣 于晋也就是说,也是反贼 也就代表神甘宁会摸到于晋的一堆牌 也就是说下回合神甘宁只要出来的话 神仙也挡不住 这把已经量了一大半了 我当时这个时候还在说呢,我说这个乐不知道能不能添过 把乐添过了之后,除非现在有个乐 除非我现在手上有个无蟹 因为他们可能那么多牌有无蟹吧 除非手上他们现在有个无蟹 然后呢,然后呢,我再把那个 再摸着一张乐不思蜀,乐住神甘宁 别添过,还能去延缓一下 结果呢,这时候乐被拆掉了,还不错 然后呢,这时候高揽直接杀于晋 毕竟空城了嘛,又杀了一刀 这时候神甘宁不应该去救于晋了,这个桃子的话直接给自己一桃两吃不香吗 然后这个时候运气不错,过着桃子了 哎,过着是,过着乐不思蜀了 然后我还有一张无蟹 那这把只要不添过,我还有一次狗活的机会 就这样,因为戏日才毕竟先辅神甘宁嘛,威胁是很大的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借刀借一下他的刀,然后火攻一下 把李绝的血线压到凉血以下 否则的话,有时候狼席中你的话,你很受伤的 然后这些,这因为全是我的粉丝嘛 他们知道我手牌,其实我火攻很难火攻中的 但人,他们正好缺了那个我缺的花色 没办法,乐中了,这时候我们终于有翻盘点了 这局给大家个剧透啊 虞帆的话是个内奸,打得不好 这个拆桥是想要拆我的嘉宁马 想要继续,细时才杀我一刀 李绝不能狼席,因为他血量太低了 杀了,他看他杀谁吧,被妖虎了 杀了一刀司马辉,司马辉有闪闪掉了 下回和双印到我这儿的话,还是可以打的 这时候李绝失误了,忘了技能了 被妖虎了之后决斗我,没必要 他手上肯定有杀,不要跟他拼杀 既然他送你两张牌,安安问送就可以了 然后他两张拆桥起,肯定要拆我两个装备 斧子和嘉宁美了 你看看这,受不了 这粉丝总感觉很仇人啊 这粉丝他妈的打得跟仇人似的 然后呢,这个时候 司马辉杀掉了反贼 那双印到这儿的话,下回还有机会 只要双印动起来的话,实在不行 那把细时裁和神甘宁都带死 这时候余帆控场了,但是这个武将太差了 不知道,你选这个 你就算说实话,你控的完美的场子 我要是状态稍微好一点点 你都单挑不了我,都不用好 我两滴血的话,都可以单挑我尾营的 余帆打的不好啊 然后高篮的时候,给高篮继续拿牌 因为是选的群雄嘛 再杀一刀,这时候 神甘宁的话,基本上的 他是 怎么说呢,血量压低了,还算好吧 别让他动,他动的话,正好又一张乐 排队三张乐,我摸了两张 这把书,这把书赢 你们一定要看清楚 有些人说高篮带狗,每次都是这样 今天,包括今天,我看见我之前一个视频 有个孙权,忠臣是个马军 然后那个人很笨,没有礼貌 一看就不是我粉丝,很没有礼貌 我说一句 那个马军带,带,带个什么都赢了 是马军带飞的 他们根本不会去看孙权 该去怎么玩,然后自己还振振有词 人跟我还说了一句炫耀一句话 炫耀了什么来着,我玩了四年了 我还是标棋呢,挑棋呢 很屌的样子,给我讲道理 然后可能咱说话也很装逼 我就说你干脆把我拉黑得了 我的视频不适合你这种萌新看 你如果只能看 要这样这局的话,要让他思维的话 那肯定是高篮带我了 这局我来严格的告诉你这局是怎么回事 首先内奸太弱了,其次 反贼的桃太少了 运气不好,神干净有几处威胁 有几处失误,用桃救人失误 还有就是我两个关键的乐 这叫做分析,他那叫啥 什么什么带出去了 平时开开玩笑就可以 从我的评论底下这样发出来的话 真的是很一般的 我当时给他讲了半天 我当时说要不你把我拉黑吧 别看我视频 因为我很烦的,这么连杠 我真的挺烦的,挺烦的 因为好不容易你说正正常常打一局 教你怎么去玩戒孙权 人家特别怎么说呢 人家特别装逼的样子 就感觉你说话特别装逼 可能人家我装逼行 我装逼又装逼资本 玩了十一年 五六万场的至尊君妈 你要打得到的话 你也可以,你还看我个喊 你要打得到的话 你绝对不需要看我 我很多up主 或者说很多主播的话 可能都比他们打得多 我这可以装逼 我应该可以吧 所以我说话的话 是一种以那种教学的目的来说话的 如果你不爱听 说明我的 怎么说呢 说明我的语言刺激到你了 咱们拉黑活活来 就非常善良的说 我拉黑了 不想听你视频了 不想看你视频 受不了 那如果说你单纯要学东西的话 说我想学这个东西 就可以慢慢学嘛 这时候再讲一下 话回到这个游戏里面 你会发现 高兰只要打吸尸才 我就不打吸尸才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 打麦雪匠的一个方法 千万不要去着急 吸尸才现在一 队友都死光了 结果他现在桃子不断了 你会发现 这就是很简单 你不要一次性 给麦雪匠送一堆牌 虽说这下已经稳赢了 咱们继续说刚才的话题 不会玩 咱们为啥都不虚心呢 有的时候 他就敢去评论 就是我不会玩的时候 我老虚心了 我不会玩的时候 跟孙子似的 为啥 为啥他们到现在 年轻人是什么样的 就是他不会玩 他要去质疑你 要然后各式各样 证明你是 他是对的 然后就要除你两下 我那的脾气又不好 直接上去就骂了 你说这谁受不了 然后真的受不了 现在